今年3月24日 一个喜讯在社交媒体上炸开了锅 马克扎克伯格夫妇迎来了他们第三个女儿的诞生 在分享可爱婴儿的照片的同时 扎克伯格也没有忘记晒出 又一次经历疼痛和疲惫的爱妻普利希拉 陈作为茄科医生 此刻躺在产床上 怀抱着小粉团一般的女儿 带着几分疼爱 同时也颇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 每当这种时候 总会有人发出这样的评论 能够嫁给扎克伯格 这个华裔女人运气是不是太好了 大家好 这里是第五情报站 几年前普利希拉 陈接受过一段采访 视频发出瞬间就把她推上风头浪尖 在采访中 陈坦言说道 运气不该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今天我们应该打造一种机制 让每个人哪怕没有运气的加持 也有机会施展自己的全部潜力 本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一段视频 没想到一些直男癌的评论 却看得降降 阵阵恶心 她嫁给了老公就是运气啊 难以理解洋人的审美 或许直到今天他们也想不明白 这个全球第三大富豪 地球上最有钱的80后 怎么会看上这样一个皮肤有黑 身材发胖 样貌如此普通的姑娘 毕竟普利希拉 沉在媒体的镜头下 经常是这样的画风 种种非议与质疑在2012年达到顶峰 彼时脸书上市第二天 小扎宣布要与女友举办婚礼 人们纷纷揣测 什么样的姑娘配得上 这有钱帅气又阳光的小扎 结果看到普利希拉 陈后 不少人大失所望 甚至婚礼前四天 曾经的地产大亨特朗普 还跑出来提醒小扎 如今你身价190亿美金 我不知道你是否跟他签了婚前协议 万一结婚几年后 他起诉离婚 那么他将获得100亿美元的财产 岂不跟中了大奖一样 小扎不以为意 因为他始终认为 他嫁给我是我赚了 他从来没想过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反而是我 一直在受他的影响 一直在改变 毫不客气地说 普利希拉 陈出生时 手里握着一把烂牌 七十年代爷爷奶奶受越战影响 将其父母送到飘往美国的难民船上 虽然当地人对难民相对宽容 但父母都不会英语 只能做着最底层的工作 父母工作忙 还有妹妹要照顾 家里的家务活只能沉来干 谁能想象 一个才两岁半的小姑娘 就要每天踩着小板凳在水池前刷碗 毫无疑问这样的家庭 并不能支撑沉走太远 然而这个自信 坚强 乐观的姑娘 却并不给自己的人生涉险 十三岁时 他就咨询老师 如何才能考上哈佛 在得知 哈佛是一所注重综合素质的学校后 他拼命补足自己的短板 从师资环境和学习氛围都极差的难民聚居地突围 可想而知有多难 然而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勤奋 挤进哈佛的尘 从进校门第一天 还没顾得上缓口气 强烈的挫败感便扑面而来 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 不属于这里 如果说聪明是我唯一的优势 但在哈佛 比我聪明的人太多了 他们说些我听不懂的话 我根本无法融入 如今回想起哈佛那几年 臣都忍不住热泪盈眶真的太难了 不过在南他也没有真正的退缩 迎难而上的四年 他硬是把自己修炼成学霸 而且结识了当时的学渣 扎克伯格 当时小渣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不安分 他的一帮狐朋狗友担心 他很可能被学校开除 于是为他举办了欢送派对 正是在派对期间 两人在Fortzheimer宿舍楼相遇 结果越聊越投机 第二天小渣就提出 我们约会吧 因为我可能很快就被学校开除了 陈虽然觉得这家伙不好好学习 估计以后啥也干不成 但却非常享受和扎克伯格恋爱的过程 就这样 学渣和学霸的爱情在校园甜蜜的上演 不过很快 因为要做脸书小渣从校园辍学创业 创业的过程自然是各种苦逼 心酸 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陈都一如既往地支持 鼓励小渣 做他坚实的后盾 极致陈毕业之际 小渣的脸书已经相当成功 他对义无反顾支持自己的女友说 你来吧 我早就在团队中给你留好了位置 陈却断然拒绝 对不起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 陈竟然破天荒地跑到一所小学 做起了自然课老师 期间 他遇到一个十岁的小姑娘 受欺凌 被打掉两颗门牙 因羞愧而不愿去上学 极度心疼的他 当即做出一个决定 我要去学习更多技能 变得强大来保护他们 一边学习 一边工作 他终于考上美国顶级的 加利福尼亚医学院攻读博士 救死扶伤是最神圣的事业 毕业后身体力行的他 做起了儿科医生 现实生活中 有多少人的感情 败在了两人的差距越拉越大 迫不得已走到分手的尽头 陈却勇敢 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依附不依赖 你很优秀 但我也不差 自信 独立 尚进勇于自我实现 或许正是他由内而外的散发的风采 深深吸引了小扎飞他不娶 我爱他表情 强烈而又和善 勇猛而又充满爱 有领导力 而又能支持他人 我爱他的全部 我和他在一起 感觉很舒适 很自在 很放松 他除了情商高 智商也很高 如果说 高攀那只能是我高攀他 2012年两人完婚后 不少媒体又跑出来恶意揣测 这下终于嫁入豪门的陈 必定穷奢极欲 谁知婚后生活如初 哪怕做了有钱人的妻子 陈依旧低调 朴素不炫富 不怎么化妆 不用奢侈品 两个人住在一室一厅的小房子里 穿简单的衣服 过自己的小日子 仿佛人云亦云的最富巴林后 只是浮云 结婚的戒指 不是多少克拉的鸽子蛋 仅仅是扎克伯格亲手设计的红宝石戒指 一场简单平淡 出行用停价的代步车 就连蜜月的午餐 也仅仅花了三十二元 还因此登上报纸头条 被羞辱一番 幸福从来不是用钱 堆砌而是用爱 婚礼也从不是感情的终点 它仅是生命中的一个节点 婚后 陈继续着自己的追梦之路 也一直关心着 儿童的教育医疗问题 他有一颗悲悯之心 童年的经历让他知道 教育对于孩子的重要性 于是他和老公共同决议 捐建学校 这一捐就破了美国青年人慈善捐款记录 在做儿科医生时 面对因器官衰竭而找不到配型的孩子们 陈一度心痛到辗转难免 如今为了克服这一难题 两人拿出三十亿美金 成立基金会研究重大疾病 而且在脸书上推出器官捐献注册工具 第一天就引来十万注册者 因为对涉及孩子的事特别上心 陈总是亲历亲卫 四处奔走 他做演讲 同世界各地的政要面谈 这也导致他在工作上投入太多 身体吃不消三次流产 但他就是那么爱孩子 2016年Max出生后 夫妻俩又做出重大决定 成立陈扎克伯格基金会 将持有的Facebook99%股份 450亿美元用于慈善事业 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免于病痛折磨 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 生活中陈非常质朴节俭 但在做慈善这件事上 他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却是 我们给的够不够 正是这样不遗余力的做慈善 早在2013年 他便登上美国慈善纪事报 成为美国2013年最大的慈善家 2016年又被摊评选为 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 没有好的出身样貌普通 身材差又怎样 不断充实自己的内涵 总有人会看到你内在的美与价值 好看的皮囊随岁月流逝 终会烟消云散 而丰盈的内心则会伴着岁月不断积淀 普利希拉 陈一个让人值得尊敬的女人 不是因为她老公 而是因为她本人 一半 两半 一半 二半 二半